再來的話,我們環境把它打開之後 那可能你會看到這個環境 第一個它黑白的 這個環境打開之後 當然第一個它環境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想要看中文的話 它目前是有提供,不過是提供簡體中文 但如果你自己試情況好 你要怎麼設定? 第一個請你找到上班有一個板手 有一隻板手就設定了 其實這個板手有點像一般我們其他軟體是齒輪 所以其他軟體用齒輪就設定 這個是用板手 板手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會有跳一個設定的畫面出來 其中的話你可以找到這個板手的裡面 有一個叫Advanced Settings 這邊有一個Advanced Settings 進階設定 然後你把它點擊進來 如果你要第一個 一般我可能會改 如果你想改Language有沒有 Advanced Settings 裡面的話它會提供幾種語系 理論上應該要提供繁體中文 不過目前沒有 沒有的話 你如果覺得英文會OK的話 你就用英文 如果你覺得想要一個至少看得懂的環境的話 你可以選擇簡體中文 假設OK 那你就按OK 它就一個設定 像我第一個可能會改這個 可能改簡體的 那第二個的話看個人習慣 因為我個人比較習慣 那個底色是白底的 OK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用黑底 因為黑底其實理論上 聽說啦 對眼睛比較好 因為至少發光沒有那麼亮 但是因為個人習慣 習慣是看那個白底的 所以如果啦 你沒有要改沒關係 如果你想改 那你可以再找這邊 這個設定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設定 左邊的第二個 有沒有 第一個第二個設定 裡面的話 你找到這邊 中間的地方 有個叫做 什麼 它的 它的 等於是 背景 它是目前是Dark 那你找一個沒有Dark的 沒有Dark的話 就是 它這個背景就變白的 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用白底的 OK 如果你假設習慣用黑底 你用黑底 因為黑看起來是有點神秘 但看起來其實 就是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清晰 我個人感覺 OK 這個就看個人習慣 如果你想改就改 如果你不想改 你用原來的黑底也沒關係 甚至它這邊很多的背景 你可以去調整 我用Spider 按OK 然後把它Apply 它就會 跳出來 然後把它重新開 它就會按照你要的設定 讓它 這邊要RESTART 所以按YES 好 那把它重新啟動一下 好 第一個的話 是有關那個Spider的 比較重要的設定 至於其他 目前好像看起來 不太需要設定 大概就這樣子 好 讓它RESTART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將來怎麼樣寫程式 而且如何儲存 OK 所以 讓它RESTART一下 那它這個軟體 其實它應該會 剛開始讀取的那個小檔還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那種 比較機械式的硬碟 或者是比較早期的SSD 可能會跑很久 你不要以為它壞掉 是因為你電腦可能要升級 因為 真的有些電腦都跑太久了 跑到以為是壞掉了 OK 其實沒有啦 OK 那 它這邊就馬上變成 簡體的環境 第一個當然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升級成最新的版本 看個人啦 我是覺得好像升級沒差 因為目前我們現在是沒有必要 那你把OK就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地方比較重要 這個環境裡面呢 左邊的這個區塊 就是你將來寫程式的地方 右邊這個區塊呢 就是你將來執行結果 OK 上面這個就help啦 其實目前這塊暫時用不到 主要是左邊這一塊跟右下角這一塊 那如何執行程式呢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 一個類似像play的一個 就是執行啦 所以你程式寫完之後 你會執行到右下角 大概是這樣子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寫一下程式 怎麼寫程式的話呢 請你寫在左邊這個空白區 裡面原來預設有東西 你把它delete掉 因為它這個是一些簡單的註解 那我們簡單寫一個簡單程式好了 比如說那個A加B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產生一個A的變數 A等於5好了 那這個時候就產生一個變數叫A 裡面就放5 然後B等於3好了 OK 那產生一個B 然後再把A加B結果 把它再放到NS NS等於A加B好了 A加B 然後再Enter第四行 就把結果print出來 print出來 print answer OK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你會發現字太小對不對 如果你要字放大很簡單 請你按Ctrl 再按下加號 Ctrl加就是放大 Ctrl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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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小 Ctrl Ctrl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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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 Ctrl加就放大了 因為那個appearance 可以把字體調大就好 也可以也可以 剛剛設定 設定 設定也可以 或者是說 每次他都在自己設定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 算了 先調大就好了 可以啦 Ctrl加就好了 因為你還要在Ctrl加 Ctrl加 Ctrl加比較快 是比較直覺啦 因為其他的開發環境也都Ctrl加 所以這個可以記一下 Photoshop Photoshop 其他很多軟體都是Ctrl加 Ctrl-就是縮小 OK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如果字太小 看起來太舒服了 Ctrl加 Ctrl- OK 那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很簡單 上面不是有個 類似像play的一個按鍵嗎 其實他快速鍵 F5 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他問你要不要執行 你要按執行就可以了 那一樣 右下角也是Ctrl加 Ctrl加 Ctrl加 那你會發現 結果呢 如果沒打錯的話 理論上 他就會得到 一個8的print的結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ans的結果 就被列印到 你的右邊這個區塊 他可能慢慢習慣 他會一些敘述 run file 他意思說 他幫你run這個file 那這個file的話 就是temp.py 這個檔案 然後他幫你把這個結果 run到這邊 所以呢 右邊這邊叫控制檯 左邊的話 就是我們程式設計的地方 OK 那這個程式的話 我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這個程式的重點 不外乎就是幾個 幾個啦 就是說這邊的話 我們事先把5這個數字 而且它是整數 把它放到這個a的變數 所以這個a是一個變數 那我剛剛講 你不用宣告 那什麼時候產生 就是當你直接塞一個數字給他 或者塞一個文字給他的時候 那這個a的變數就產生了 第二行的話呢 就是b 那b的話一樣 我們塞了一個3給他 然後就把第三行 這兩個相加 OK 那你說老師 那除了相加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 其實各位可以看雲端上面 我這邊有一個運算紙 你們可以在這邊下方 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將來那個講義 或者你們講義裡面其實應該 或者你們看 我將來還是以那個雲端比較好那個 或者你們找一下 應該在講義裡面應該也有 講義有了 只是要找一下 不知道第幾頁 在這裡 第七頁 第七頁裡面應該就會有這種 算數運算值 那當然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 最常用到的不外物就加減乘除 OK 那這個應該比較基本的 可是呢 下方有兩 有幾個 有三個可能比較特殊 就是百分比符號 這個的話就是求魚數的 這個求魚數也蠻常用到的 有沒有 除以多少的魚數 那另外的話 除完之後的整數 當然除完之後可能有小數點 不過它只取整數部分 OK 然後 乘乘的話蠻特殊的 乘乘的話是幾次方 比如說你假設 以這一題好了 像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成乘乘 有沒有 A乘乘 乘乘的話就是這個 星號 那這得到結果多少 A乘乘 5的三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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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1.25 所以你把它print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就1.25出現了 有沒有 1.25出現了 OK 那一樣的道理 你也可以試加減乘除 反正那個算數運算值是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就是一些基本規則 OK 那你不要問說這個規則怎麼改 因為這不是我訂的 所以就固定你把它背起來就對了 因為之前常常同意說 是會改改成別的符號 你可能要寫進去Python問問看它有沒有改 OK 而且改也不見得 那它之前版本怎麼辦 那不統一了 OK 所以規則一定是固定的 那也就不同的語言 它會有不同的規則 像這個幾次方在PythonOK 可是在其他語言就不是這樣子 用的符號就不同 你不能說一樣的 在別的地方寫這樣的規則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百分比符號 這個可能可以自己再run一下 百分比符號 所以結果應該多少 5出以3的餘數怎麼就這樣 2 2 所以你把它print一下 這邊答案2 沒錯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算數應算值 這個很蠻重要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轉型 什麼叫轉型 這個轉型 就我剛剛講的 目前我們5跟3都是整數 可是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假如不小心你後面來的資料 可能是來自網路 來自於資料庫 來自於ERP 什麼系統 它給你的不見得是數字 可能它丟給你的是一個文字 比如說類似像這樣 就是前後雙5號 OK 前後雙5號 然後 類似像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比如說3也是這樣子 有沒有 3的文字 欸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一樣把它相加好了 得到結果是等於多少 5加3 答案應該是 53 對 被你猜中了 53 53 你會發現答案是53 為什麼 因為它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OK 所以 另外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現在 A跟B是同樣一個型態 它可以幫你相加 可是如果你假設不同型態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有沒有這邊會出現 那錯誤訊息 什麼叫錯誤訊息 其實它會出現那個深紅色的字 對不對 然後它會跟你講說那個一個Type L 有沒有 那個Type L的話 其實 意思應該很明確 所以你要看得懂 而且它會跟你講說哪一行出錯 Line 3 Line就是第三行 這邊有行號 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出錯了 那這個地方出錯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錯的原因就是Type L 形態錯誤 而且它會跟你講說 它說可以串接自串 但是不能夠Not a Int 所以它的理解應該是說 你可能要串兩個文字 可是其實我們應該是要把兩個相加 所以它其實理解錯誤了 所以有的時候它這個抽訊息 有的時候也是參考 但是一定對的就是形態錯了 所以喔 如果假如我希望讓這個狀況把它變正常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特別是喔 那你就必須把什麼 把5怎麼樣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數字嘛 對 所以如果你要轉數字的話 記得喔 如果它裡面沒小數點 請你在這個A的前面加一個函數 很重要喔 叫做Int 前刮弧 後面再後刮弧 OK 那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這個地方有沒有 假如它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然後你假設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沒有前後雙母號的5的話 那記得喔 一定要經過Int 它就會幫你把它轉換成什麼 這個5 那5再加3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喔 才會是正確的 我們來看一下 原來應該這樣OK 執行一下 8就OK了 好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 最常遇到的就是說 你的型態來的 可能不是你原來要的型態 那你就應該要把它轉換一下 OK 所以轉換常遇到的 大概就是什麼 文字轉數字 數字轉文字 這個還蠻常見到的 另外還有一種狀況 比如說我們把那個3 這個也來做個變化 比如說假設來的資料是3.2 OK 如果是3.2的話呢 那就小數點了 對不對 有小數點喔 那假設3.2外面再包一個好了 也把它變文字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 如果我 像以這一題喔 我像呢 把它從文字轉成數字 這個折到齁 把兩個文字喔 OK 然後呢 把它相加的話 特別至於 如果底下這個地方 假如是 這個有小數點的話 記得喔 有小數點你就不能用int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記得你可能要再記另外一個函數 叫Float Float Float的話就是有小數點 就浮點的意思 Float 青瓜糊 後瓜糊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3.2 轉換成什麼 3.2的數字 3.2的文字變3.2的數字 OK 把它執行一下 那加起來應該就是 8.2 OK 有沒有8.2 好 那最後喔 可能就有同學會 常會問說 老師那這個8.2 有時候放在這裡有點不太清楚耶 我想要在前面加一個 比如說加總冒號 因為我這個是加總結果 那理論上 8.2前面如果要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文字的話 那這個時候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目前的ANS它是一個數字 那數字跟文字是不同型態 所以這個要小心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喔 我在這個前面再加一個 加總的訊息 比如說我今天在這邊加一個 這個文字好了 叫加總冒號好了 那一樣中間可以串接嘛 串接的話就加一個加號 加總冒號然後加 那當然一樣啦 如果你今天假如說 給一個文字再串接 因為加運算值前後的型態一定要一樣嘛 所以因為目前看起來 前面這個加總總不可能把它轉成數字嘛 對不可能吧 它是文字嘛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串在一起 那只能怎麼樣 把後面那個變成文字 不然會出錯 當然你現在執行一定會 其實你還沒執行 它這邊就出現一個叉叉了啦 有沒有 它跟你講說你這個語法錯誤了 是不是 OK 當你把它run一下 執行一下 它就會馬上就出現錯誤了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最後喔 如果假設在這邊串一個文字對不對 那要跟後面的數字要串接的時候呢 記得喔 就要再把後面東西轉成文字 再跟前面串 所以最後一個重要的函數 就是 轉換成文字的一個函數 叫STR String 所以這邊的話 打一個STR 前刮弧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弧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什麼 把剛剛的8.2的一個 數字把它轉換成文字 然後再跟加總串在一起 這樣子就match了 OK 試試看好了 你會發現 這樣子 欸對 加總冒號嘛 OK 這樣就OK了 就可以出現正確的結果啦 你說 喔 是這樣很很很 怎麼繞一繞去啊 其實沒辦法 很多時候寫程式就這樣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我剛剛講過啦 我看到最多同一寫錯的程式喔 第一名應該就形態搞錯 因為很多時候你很直覺嘛 看到不就這樣嗎 加在一起不就OK了嗎 可是不對 形態不對 結果就不對了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喔 那目前的話 我們剛剛練習喔 主要做了幾個變化喔 第一個就是把那個 A變成一個文字 B也變成一個文字 那裡面是放數字啦 OK 所以前後是有雙引號的 另外順便講一下喔 就是 在Python喔 它文字的話 前後是可以用雙引號之外 也可以用單引號 它是兩個都可以 哇 你說是那麼一個好習慣就好 反正你喜歡用哪一個都沒有 但是你千萬不要一個單一個雙 那就不對了 OK 記得喔 反正你要單就單 你要雙就雙 看個人習慣 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的雙 因為歷來寫程式都是雙引號 喔 沒有必要突然改一個單引號吧 感覺好像 突然多一個規則要記喔 就麻煩 OK 盡量越直覺越好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如果你假設裡面是放的是什麼 整數 那記得用int 那如果你假設用那個小數點的話呢 那就用floater 所以這邊要特別特別小心 int跟floater喔 不一樣喔 如果你假設喔 你用錯了 結果一定也會發生bug 你們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把那個floater改成I 你也會有發生錯誤 所以他這個我覺得還蠻嚴格的 這個地方真的錯了就不行了 好 OK 那你說 這個 包容一下嘛 對不對齁 寬容一下 沒辦法 他就是這樣子 喔 所以 這也是 呃 所以 外國人都覺得台灣都會有人情味 對齁 啊 沒關係沒關係 知道啦 知道意思了對不對 OK啦 那問題是 這應該也是文化不同吧 對不對 我在想 西方人可能很重視 這就是應該這樣 就應該這樣 你不行這樣 就不行這樣 對齁 你不能因為這樣齁 相怨嘛 對不對齁 相怨就會有問題了 對不對 那問題 你變壞人了 沒有人喜歡當壞人嘛 OK 總會有需要有人 OK 所以記得啦 這是個規則 那再來最後的話 如果要自串的話 記得加入STR 所以 目前的話 我們至少要學會 如何轉型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三種型態喔 因為未來用最多的啦 其實你會發現 不外乎就文字嘛 數字 數字還有 有小數點 沒小數點 那 後面其實還會用到像串列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嘛 串列的話呢 就是在 大量資料的情況下 你可以把一個很連續大量的資料 放在串列裡面 那目前我們是單一資料的話 可以用整數 然後浮點跟自創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來練習別的啦 所以這個的話 請各位 底下還有其他 還有像什麼 拖曳字緣 OK 那什麼叫拖曳字緣喔 常見的就是說那個像 我們在自創的符號裡面 已經把單引號跟雙引號用掉了 所以如果未來假設說 我希望輸出雙引號這個東西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敘述裡面 比如說我希望在加總冒號 8.2前面跟後面幫我加一個雙引號刮起來 但是輸出喔 有沒有應該知道這意思吧 輸出到哪裡 假如我今天希望喔 輸出這個 把它放大這邊 這個可以把它放大 OK 這邊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這個 加總冒號後面加一個雙引號 在這個尾巴加一個雙引號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怎麼加呢 冒號後面嘛 所以這個冒號後面加一個雙引號 但問題來了 這個雙引號呢 已經被什麼 被這個我們程式的規則裡面用掉了嘛 雙引號呢 就表示是文字的開頭跟結尾 那你現在又來一個這個 它馬上無法理解了 因為它在編譯的時候 奇怪 為什麼理論上要一成對的 那你這邊有一個 你這邊又一個 你這邊又一個 理論上應該這個跟這個是一對的 但問題你尾巴怎麼要多一個這個啊 所以它無法解析 所以它會出現叉叉看不懂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叉叉 表示它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耶 OK那怎麼辦 很簡單喔 這個時候就需要用拖曳字緣 拖曳字緣就是說有一些符號 或者有一些文字被用掉 你應該怎麼去處置 很簡單 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就好 所以喔 如果要輸出一個 這個雙引號的話 請你在這個雙引號 前面加一個反斜線 這樣子 用這個反斜線呢 來當成是雙引號的一個 怎麼講 前導的字緣吧 類似喔 就是說 我這個後面這個東西 你已經用掉 但是我為了區隔 我讓你知道說 這個不是要輸出那個 文字的開頭 或文字的結尾 而是就是這個字啦 好 那這樣的話執行給各位看 理論上這邊 就會多一個什麼 前雙引號 有沒有 前雙引號 這邊就出現一個 那後雙引號怎麼加 加在8.2 8.2在哪裡 8.2在這個後面嘛 所以記得喔 串一個 所以加上什麼呢 先一樣 那個什麼 雙引號這個也是一個字嘛 所以一定是一個字緣 然後呢 再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 雙引號 這個可能比較多同學會 比較會 compuse 因為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是加這個啦 那你說 我是為什麼前後 前面跟後面要雙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嘛 那我只是用那個 前後雙引號把它夾在中間 然後再加那個串接的動作 它才會出現後面還有雙 後雙引號 所以把它執行給各位 所以喔 這可能應該可以看到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就是會卡住一下下 好 可是慢慢習慣 你大概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推資源的用途 OK 好 把它執行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有前後雙引號 OK 那同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單引號的話 一樣嘛 反斜線單引號 OK 那還有呢 推資源比較常用的 那還有哪一些 這兩個嘛 另外還有換行跟Tab 這個換行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 比如說我希望那個 加總冒號呢 這邊幫我Enter 然後把8.2 放在下一行的話 那其實我這邊可以怎麼 在冒號後面 加個Enter Enter的話 記得喔 反斜線N 反斜線N 這個的話呢 就是一個 換行 記得喔 加在哪裡 加在冒號後面 有沒有 反斜線N 這個還蠻常遇到的 因為將來很多文件進來的 它就是用反斜線N 當成它換行的字圓 可是這個字圓是看不到的 它是一個控制碼 有沒有 內碼 內碼 位置應該是13 如果 阿斯基庫有個內碼表 其實是在13 可是這個是眼睛看不到 可是又必要 你沒有這個東西 沒辦法換行 OK 所以它用反斜線N 來代替換行 OK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要得到這樣的結果 加總冒號 有沒有 然後8.2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它會有換行的效果 這個就是所謂的拖曳資源 好 大概是這樣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來寫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今天想要寫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輸入一個年齡 告訴我它有沒有成年齡 這一個簡單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程式齁 該如何鑽形齁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最好可以的話 把那個剛剛的程式再打一下 最好是怎樣 先把它清空 Delete掉 對齁 自己再打打看 OK齁 如果可以打得出來齁 那 表示你有天分齁 如果打不出來的話 也不要氣餒 因為很多人應該都很難說一次就打對了 OK 試試看齁 其實 因為講這都規則 規則沒有什麼意義的 你也不要問說能不能改變 沒辦法 真的 因為很多同學常問我說 這可不可以改 怎麼樣改的 我說這不是我定的 這個是 人家python就已經定成這樣了 你就是把它記起來的份而已 除非說它將來有新的版本 它有新的規範 那我們再去做變更 否則的話 基本上都是這樣在做敘述的齁 試試看 那其他的那個什麼 呃 相關規則 我想可能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或者再練習看看 那待會我們就要實際上 就是按照那個變數的這種用法 然後呢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當然有可能有 觸跟force 然後也有 除了觸跟force之外的話 還有觸還有好幾種 可能兩重多重的邏輯判斷 那我們應該如何再撰寫這個程式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記得齁 最後你把它寫完之後 請記得就把它存檔 因為我們剛剛只用temp 所以你要存檔的話 請你在這個文件裡面 有一個叫另存圍有沒有 它其實跟那個excel或word類似 另存圍 另存新檔的意思 那把它存在哪裡齁 我是建議你乾脆在你的C碟底下 或者D點底下 先建一個目錄給它 所以我在這個底下 先新增一個目錄 新增目錄的話 直接就是按右鍵 這邊有新增目錄 新增一個目錄 那新增一個資料夾 新增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的話 我習慣用 比如說叫python python2023 比如說像這樣的一個目錄 那我習慣在前面打一個底線 因為底線的話 它會排在最前面 底線python2023 然後把它打開來 就把它放進去就對了 因為它這個18E的存檔 反正你可能還是 專案管理的部分 它沒有做得很好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就把它 當成類似像 word.excel.powerpoint 這樣 然後把它存檔 那檔案名稱的話 也許你可以給它 這個叫我們 第一支程式 它字緣中文 所以第一支程式 可以給它一個 比如說我們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寫的 比如說叫第一支程式 這樣就save起來了 好 那這樣就完成 我們第一個程式的撰寫了 那如果你要寫第二支程式的話 跟各位講 以後反正你要寫程式 開頭一定記得 在這個18E的左上角 會有一個新文件 反正呢 一樣啦 如果你要增加一個新的文件的話 新的模組 就直接點這個新文件 它就會多一個空白 那你又把空白delete掉 上面那個註解其實都沒有必要 按delete一遍 好 然後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寫完以後呢 就一樣把它save 看你要存在哪裡 把它存檔 這樣就可以下一支程式了 所以一樣啦 反正就是這樣簡單的規則 新文件 打程式 存檔 OK 就是這樣子 好 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有關那個邏輯的部分 隨便 這個部分 不要亂貸 要做的人 大家可以看 不絕快 不絕pler 你不絕大 那時候